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定的接班人是他三儿子 金正云 已经进了什么国防委员会了 好像就是说 那我这是怎么个理路呢 就是说为什么打导弹是给儿子接班的 就是这个咱们用老百姓的话解释 就是按照这个逻辑 当然这个东西是韩国国防情报部出来的 情报院出来的这个消息 咱们就说韩国这个逻辑是这样 一般亚洲人的比较喜欢这小儿子 朝鲜的逻辑 对就是韩国的逻辑 韩国情报院透露这个消息 然后各个媒体都在转载 就是亚洲人比较喜欢这个小儿子 而且是小老婆的小儿子 谁说小老婆 跟他瞎说 就是三老婆 对 他有这前后几任夫人 夫人吗 这个 你们都挺客气的 对 然后呢 准备给他 因为他才25岁或者26岁 现在岁数也不清楚啊 准备给他留个传家宝 那么这个原子弹 对对 那个传家宝呢 就是和国家 这是韩国人说的啊 当然就是说 这事儿属实不属实 过几天 就全部 你看那晚上 现在不是天热了吗 光大榜子 那个就 就路边是不是有那大排量吗 你看那个就是 四五十岁的那男的 坐那喝啤酒 就晚上 全是什么 那核导弹 朝鲜 那什么 全是这个 满大街都喊这事儿 这真是兄弟家同志 爱聊兄弟家的事儿 而且是咱们家门口 这是因为朝鲜跟咱们关于 我这个不能从你的这种 专业的角度想 我觉得咱们一般看一看 就觉得确实 咱们跟朝鲜的关系 跟韩国的关系 不一般 因为从历史上 咱们好像 比如说 就这门口家门口 这两个国家 一日本一韩国 咱们好像还真的是 跟朝鲜老是 老去援助他们 老跟日本老发生窗户 老去打他们 是吧 因为是说唐朝是去帮他们 平内乱去了 然后明朝又去帮他们 打倭寇去了 然后他老跟咱们进贡 连朝鲜的名字 都是朱元璋给起的 然后从种族上说 好像当然这传说了 没法考证了 就是说本来他们 原来朝鲜半岛上就没人 就是咱们 因朝 免亡的时候 就是说是因咒亡的 一个什么 落难的一个 亲戚到那去立的国 所以他根本就跟咱们 是同文同种 端午节都是人家的 而且跟日本的传说 都不一样 你知道吗 日本咱们就 这当然是最损的 一个传说了 据说是日本人 怎么来的呢 就秦始皇的时代 说寻找长生不老药 派了50个金童 50个玉女 到日本岛去寻 后来在那群奸群肃 对 而且说跟当地的秦寿 都一起交过 最后生出这种 秦寿 完全是 新版人家日本人 朝鲜 我确实觉得有点纳闷 因为我跟你讲句名言 我看他们的纪录片 中央台大国崛起 里边有一个高尔基文学院院长 叶欣说了这么一句话 说如果当问题 表现在你是要一碗粥 还是要理论的时候 你通常会选择那碗粥 你吃饱了 你就会去唱歌 去雄风宾馆 唱歌 他说 但是你要肚里没神 那你只有沉默 可这朝鲜肚里没神 他怎么这么不沉默 所以我觉得这都是连着的 我们上次我记得也是咱们仨做的节目 我就说他有这个是不是有的一个美光灯依赖 综合症 就是说他肚里没神的时候 他要打几发导弹 引起你们都注意 我很危险 你们要照顾我的情绪 而且给我送点神 我跟你说 我尤其关心我们同行的情况 我们要进行业务互相学习 我就发现完全表现出来是吃饱肚子 底气十足 你看看 咱们朝鲜电视台 我们作为业务学习的材料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人家的播报 我发现这侯宝林 侯宝林那像什么 学的真像 说这个什么韩国话 我这反而是一个相反的 他怎么现在说 怎么这么粗声大气的 你说我小时候看 sesi电视 都是什么摘苹果的时候 然后什么那个叫什么 金姬和银鸡的故事 还有麦花姑娘 都是如歌如för 我这一根手指头都差点被这个掉了 这真是 看完麦花姑娘那当天 我是中学生的时候被感动的 我酸极了 觉得哭得不得了 然后神经恍惚的 就去学功去了 那时候中学生都要学功 然后我那是一个什么 是什么做什么杀 反正那个杀轮就不断在转 我本来是应该在那去剪辑的 结果我就一走神 这个机就带着这个杀子 就越脚越紧 幸亏我旁边那师傅过来 一剪刀剪掉 要不然这根手指上面就没了 你说多大东西 你记得麦花姑娘 是什么故事吗 当时大约能记得 反正是一个非常的让你 苦啊 多少又苦 然后但是让你就是好几张 我记得我小时候是吓着了 跟我妈在电影院 这个麦花姑娘 我现在唯一留下的一个印象 是地主婆 怎么欺负那个小姑娘 哎呦 这做噩梦啊 我都 但是那个音乐 我还记得特别清楚 就是他那音乐一起来 麦花来 是不是 什么都没意味 我不会 我给你听了一点音乐 金鸡和银鸡的故事 换起咱们当年的这个回忆啊 我不会 我也是 我不会 我也是 我也是 我自由 小军兄 咱们这个兄弟现在怎么样 不是 这俩电影 我得表扬你们这编导 选的太好了 经典 就太能说明 他们为什么又打导弹 又做核实验 对 我看怎么蔡李明博呢 对 就是他这俩电影的背景都是 南朝鲜怎么黑暗 在这个坏人叛徒 就是像李明博 现在不是说李明博是叛徒 的这个统治下 多么的黑暗 基本是这样的 他们好像觉得那个跳崖的 那个卢武炫不错 对 跟他们要缓和 今天给他发夜店了 对吧 那也就是说 这就牵扯到朝鲜历史 就是说四五年 日本人统治了朝鲜36年 殖民统治撤走的时候 于是苏军占一半 美军站一半 就是所谓的三八线 咱们常说的 其实这个三八线是日军作战化的线 这边是关东军北边 对中国东北 那边是日军的本部的第十七方面军 后来干脆就与这个线两边站着 那么苏联这边有很多 包括金日成 金正日的父亲这些游击队 打倒地主 解放 要搞社会主义运动 原来也要清除韩奸 那么有一些地主就跑到韩国这边去 就跑到南边去了 美国这时候 要觉得这是美苏对抗 冷战 就是说觉得没有部队 因为美国在这驻军是24军 就是打冲绳的那支部队 他要迅速组成一支韩国的部队 但是组成韩国的部队 找谁呢 于是就找了比如说八千个当时有违警察 有五千个就编制起来了 还要培训一些军官 军官是专业人员 怎么办呢 就从日本的关东军里的朝鲜人选了一批人 这个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第一波的这个学英语的 因为要跟美国人学美国这套军事 班里是110个人 其中87个是日本的军官 就是朝鲜人在日本 那他们永远也学不会 日本人的英语 然后在这里边呢 这样的一个政府起来之后 就是朝鲜人就认为他是一个伪政府 对吧 因为他确实屁股不干净 再加上他还有一些财阀 有一些通日嫌疑的有一些财阀 后来包括什么现代啊 什么什么 其实德国人这个问题是解决了 但是韩国就永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这也就是北方 就是朝鲜北方的一个政治正确性的一个 就是政权合法性的一个永远的理据 就是说你们这帮人没有为这个民族国家独立解放 流过一滴血牺牲过一个人 而且你们还跟着殖民者在一块 现在就是你们这些人我们要打过去 我就听过 我就听过好几种这个解释了 比较多那种就是跟美国叫板嘛 对吧然后还听了一种就说是你说的就是要传将要传位给儿子金正云 就给你一份风劲 劲爆的遗产是吧 还有一个呢 说法就是说他现在要在实际是为了国内 所以要在国内制造一种气氛 就是临战前的这个这个这个气氛和意气风发嘛 那么我听到他这个还是头一回听说 就是他为什么要弄这个核式弄核武器呢 那就是对着男孩 假如他还有这个报复要解放不是台湾了 要解放韩国的话 对 那么韩国背后是美国呀 对 那你手头就有这玩意儿才能跟他干了 他是一个整个是一个一套意识形态 对 他这一直是这样意识形态 而且他跟中国还不太一样 比如中国咱们后来把蒋介石赶到岛上的 蒋介石还是抗国日的 是 对吧 问题的不单是抗国日 蒋介石主帅 对 就是说韩国的 因为韩国的就是现在的这个 因为朴正熙 60年61年上去军人政变这个中东 他是44年日本关东军的军校毕业的 对 他也是个日本军官 朴正熙 就是他这个屁股太不干净 所以韩国你看他 这个所谓的现代化呀 经济很发达 但是他永远心里有扭曲 他还是觉得他不是独立的 永远底层想要清算上层的 原来那点脏罪 虽然你说贫富差距是一方面 但是你们原来对这个民族犯下的 这个叛国罪 对 要清算出来 一是日本 二是美国 包括卢武炫 对吧 卢武炫 金大中也提出过清理寒奸 后来卢武炫要更做的更计 所以是不是卢武炫得罪他们了 对吧 我发现他这一算这一套账 我倒是很明白你这个想法的思路 这个意识形态确实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就是你的两个国家 哪怕你全原来同文同种 你如果意识形态不一样 这个冤仇是非常之深的 而且包括我们现在跟中国 我是中国人从这个角度看过去 这个问题也有很严重的意识形态问题 因为他是我们的原来就是社会主义兄弟 是吧 小兄弟 小兄弟 但是我们现在改革开放以后 意识形态方面已经改革了很多了 跟他们的差距越来越大 你现在一看这个朝鲜问题 就好像他是在我们一个过去时的感觉 他还在我们那个50年代的那种 对 对 从这个角度讲呢 我们应该督促他改革开放 这样他跟我们现在的意识形态呢 就比较接近了 只有我们历史形态接近了以后 咱们这两国有好的基础 才能更扎实 但是而且你听他这账算的有逻辑 但是他这改革开放可别走太远 走太远 颜色革命 这个拥护中国的这政权 到出于戈尔巴尔乔夫怎么办呀 全都搬倒了 现在其实朝鲜啊 就是刚才我说了 就是说韩国的跑 那些地主不是被北方赶到南方了吗 在监狱里就杀了很多左翼人士 大概30万左右 就是左翼人士啊 就日本日本人官的这些人 那么这些人呢 这些左翼人士的后代还在 有很多 就是实际上你看现在 韩国也有一部分年轻人 是偏左的 很多 反美的 也反他们这个老根的这个汉奸 这也同时给了金正日一种鼓励 因为韩国并不是铁板一块 对 那儿有我们的人 那儿有我们很多人啊 因为那个左 你看那个卢武炫那个葬礼 对吧 这就是回过头来就是反过头来又给这个金正日的一种政治上的鼓励 就是他更坚信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政治正确 因为他当然包含着民族问题 是阶级矛盾和民族问题 对 因为他爸不管怎么说金正日成人家是抗联的 人家是为这个民族解放抗击侵略者的 抗击反殖民的 而你那个根上是一个亲殖民的 就所以说这个这个这种他这种政治正确性不是说一天两天能消消磨掉的 那就这个问题是个漫长的问题 所以那光大网的那些老爷们还得且说呢 那 夏老师 国际方面什么反应呢 国际就是从美国的报道 他比较担心的是比如说啊 一个一个担心就是说跟伊朗的关系问题 因为他一直你这最清楚是吧 就是说他朝鲜这知道核武器以后 最后他跟伊朗比如他可能去把这些核技术卖给伊朗 交换 交换 那以后那那那伊朗要要有核武器 那不是那美国还不就是疯了 这些对吧 就中东要有了 中东的问题那更不得了 所以这个这两个是连着的 这是他担心的一个一个一个原因 那这个现在他是不是真的有这个 我看就网上已经有人说了 说他事实上已经是第八个核国家了 呃现在是这样啊 就是说核武器 当然你做了核装置的试验试报了 就理论上讲可以作为你是核国家 就是就是完全是理论上 当然法律上是不承认的 就咱们五个连印度前面排队 就是说核国家的门槛后边 朝鲜前面排仨啊 一个是这个呃印度 一个是巴基斯坦 嗯 还有一个是以色列 是吧 朝鲜应该是排第四 就是说真正做过这有个这个东西的 但是朝鲜自己的这个东西 由于他确实这些年的封闭啊 他的技术不一定能达到 一下能装在他这个导弹上 嗯 哦 他做的比较大 因为这个装嘛 对就是就是他有这个原材料 咱们这么说叫布二三九 他能练出来了 这个美国人也都都看到了 把这包包包一炸药包 辐射也辐射 不行 但这个太危险了 那个太危险了 就是他相当于这个四五年 八月九号扔在长期的那个弹 那么大 就是说他要做 他只能做那么大 现在 就是其实离真正的造出原子弹了 还得有至少几十年 他能造出来 现在这个东西就是原子弹 但是他没法运 太大 总而言之太早 咱们还 就是有点距离 有点距离 你看印度 印度大概是用了二十多年 嗯 七四年 他开始有一次和报 就是他叫和平和事 到了九八年 他不是帮啦帮啦帮啦连报了我了吗 对吧 咱们去下广告的曹新兄弟的事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说其实你说光榜的老爷们哈 我觉得他聊啊 大家其实都有个共同的感受 就说像朝鲜这么活着 是不是也是一种活法 你还真的拿拿的没办法 就魂不吝是吗 你你知道我我我老想起我爸爸 我爸爸一辈子吃亏 就吃的什么亏呢 他的厂里就就比如说工程师 我跟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比如厂里规定 你就工程师 呃你你也不能到外边厂里去当顾问去 那偏偏就有个人就去了 嗯 去了呢 这厂里也就这么地了 我爸是个这个较真的人 你这就是说 其实让大家挣点钱是好事 可是问题在于啊 你厂里你有规定 你不许去做 那为什么这孙小军就能去做呢 嗯 他自己胆小 他也不敢去做 可是呢 又看这是耍光棍的 真的 他是真把钱拿回来了 对 你就我就说这种继承 造成继承事实 耍光棍的这种主 嗯 你说真是让人 因为朝鲜是这样 对 因为朝鲜一个是他前面自己 刚才我们说的有闭环系统 他有一个意识形态的逻辑 他认为这样 他是有在脸 就是大脸上我在脸 我我我对你 凭什么你们都都有 我不能有 对吧 这是国际的范围内 第二个说 我们上次打的是卫星 你又制裁我 你得道歉 你不道歉 我就不断的这个 但是美国人最担心的是 下一步是什么呢 就是朝鲜那个宁边 就是他那个生产原子弹材料的 那个地方 那个核工厂那个地方 有一个烟囱天天盯着 看那烟囱冒烟没有 对 冒了怎么办 冒了他就是开始 生产核材料 就是半成鞋 就在小公司期间 好像一度达成过一个协议 克林顿 94年 94年10月份 曾经就说 这个明边就可以 对 明边 就是当时呢 是因为94年 克林顿就是做的 民主党是比较会做事 跟这个金正日说的 咱们就达成协议 那时候金正成刚去市 达成协议 我用两个清水反应堆 也是核反应堆 来换你这个 你把这个拆了 我给你弄俩 因为朝鲜是没电 你说他老到旱灾啊 他主要农田水利不行 然后他那个煤矿 特别原始 铁矿 其实他有不少好的矿石啊 什么都不错 水电也发展不起来 这样的话 就给他两个这个 当时也都达成了 就这么弄着弄着弄着 到了98年的时候 有人 纽约克的一个记者 西蒙赫时 写了一篇文章 说这朝鲜呀 跟这个巴基斯坦的 这卡地尔汉 就这个核武器之父 有勾结 这卡地尔汉了 去了朝鲜13次 给了他们另外的东西 就是除了宁边这 他做这个 我们叫布239 是一种核材料啊 给了他一些技术 他要浓缩油 这大家都听说过 浓缩油是另一种 就是做小男孩 院子大的那种材料 美国当时做俩嘛 一个小男孩一胖子 是两种材料 那个 于是当时98年的时候 共和党占多数正好 是国会 中期选举完了 这就 就开始 克林顿的后期 就开始跟朝鲜闹别流 等小布时一上来 那换那事咱不算了 不算了 朝鲜说 你不算了 我这也开 我这冒烟 我这 然后咱们在 2006年什么核事 前两天的核事 那但是他呢 朝鲜有一个 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自己有 2600万吨的油矿 天然油矿 2600万吨的油矿 矿石 这东西还得炼 当然有一套提炼 咱就不说了 提炼那东西 才说我们更晕 提炼那东西 有一烟筒 他得提炼那工厂 得用电 有一煤电厂 那烟筒冒那水蒸气 天天盯着 韩国说冒了 美国说没冒 就前两天 美国说没冒 美国军控协会 登在网站上 那我觉得金正日 可以细耍一下美国人 点点柴火 你一骂 他这个老这么闹 就算他没到 那个发原子弹那一步上 咱们是紧邻 我因为前一天 是听他一发导弹 然后外边就说 是在那个附近的海域 有多少 两百多条中国渔船 马上说一百多条先走了 然后外界就在猜测 是不是他还是 跟中国先打个招呼 还是没打 包括这个核污染 就他每次发的污染 咱们空气污染水 咱们是第一手 接下来为您播出 走向2010 第二个是 它是埋在地底下 洞里面 然后封了 封了之后 旁边还用个树枝 把它塞上 当然空气里会有 但是污染不了